您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选人韩国瑜的大选之旅首页是在屏东的小琉球 一早前琉球余会总干事就帮韩国瑜到庙里去求签 上面就写着一定会有贵人相扶助 被外界解读是转为为安 但是这张签是很巧合的 是跟上次大选时 别人帮蔡英文代筹的签诗内容是一样 而韩国瑜睡了一晚之后 去到潮州出席高铁座谈会 重炮轰击蔡政府没有做好两件事 就该打屁股跟一头去撞死 甚至还当场宣说 这个高铁的屏东岸到六块错 是盲长县的高铁县 为了拼选票 韩国瑜还重申当选之后 将会主动废除这个润天扰民的一利一收 以及承诺呢 征收游客到小琉球的入道费 美国有一项进行了 长达17年的医学研究发现 如果薪水在十多年之间 增加了50%以上 那太开心了 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就减少14% 而相反的 如果薪水呢 累计减少了50%以上的话 那心情大受影响 没想到真的会影响健康 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将会增加17%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的是 另外还有睡不饱 到底是有多严重呢 根据一项调查指出 上班族因为睡眠不足 使得日本每年是蒙受高达台币 4.37兆的经济损失 有这么严重吗 而现在当地就有业者推出了 睡眠外卖服务 也就是呢 把面包车改造一下 就直接开到各大公司行号附近 让上班族可以好好睡个觉 英年一度的百货周年庆登场 来自LA的专业彩妆品牌 今年首度跟人气手游 吸手合作 推出了全新限量包装的 裁妆产品 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人气手游中的女英雄 现身在裁妆品牌包装上 全新打造的绚丽妆容 立刻吸引不少女性玩家的目光 基本上我除了刀锋宝贝之外 其实我都还蛮想要收集其他角色的商品 因为它这次的画风 跟它游戏里面的画风都不太一样 电付过往 手游的跨界行销 大多以男性玩家为目标族群 首度吸手美妆品牌 推出限量联名彩妆 将游戏中四位人气女英雄 与彩妆的热销商品结合 要锁定年轻女性消费市场 在我们这个美妆品牌 你都可以找到它一个 相对应的角色的色号 所以可以让喜欢这些角色的玩家们 可以在这样子的美妆品牌店 然后找到属于你们 会很喜欢这些角色的特殊妆容 可以把它带回家 希望说粉丝可以透过这次的合作 去试试看这样的游戏 试试看这样的彩妆 希望可以一起去达成中年纪的目标 手游透过跨界合作 刺激换粉效益 专柜美妆也借由限量联名 带给消费者更多元有趣的商品 要携手抢供百货周年轻商机 董事新闻成品前 萧景云在台北三方报道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在16号提前举办70岁的暖售宴会 现场宾客加上郭董的身价 至少4000亿 而出席的贵宾呢 就包括了副榜董事长蔡明忠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而主办人呢 就是张忠谋的夫人张淑芬 鸿海17号的股价也是开高走高 收盖来到了77.2元 换星小虾米骗倒了大鲸鱼 热银这家不算知名的公司 从13家银行榨贷了350亿元 我们带你看它是怎么无鬼搬运法呢 负责人杨文虎跟王英芝 这对夫妻呢 目前是已经潜逃出境了 只压到了他们的会计林毅如 而最夸张的是 连女儿也没顾上 在搭机前遭到收押 那么这对夫妻 他们是怎么瞒天过海的呢 原来啊 他们是从台北市知名的高档水果店 百鲜果屋来下手 这里呢 是镇商名流 还有贵妇的最爱 因为呢 这边卖的都是一些 日本进口水果啦 包括草莓 葡萄 全部都是非常名贵 尤其呢 一个礼盒 加上精美包装 可能是要上万元 而他们就是买这种 上万元的名贵水果礼盒 买了上百万 还干脆呢 就直接吸收了 水果行的老板 萧炯贵 以及他的姐姐呢 萧锦荣 他们就对姐弟来担任白手套 那么在水果礼盒当中呢 就直接装着大把的现金来行费 行费给谁呢 就是要给这个福茂公司的前副总 黄明棠 而且呢 也是从他的太太下手哦 他们呢 是把塞钱的水果礼盒送给太太 收费了上千万元 而且除了福茂 还有另外两家上市公司 包括了新鲜跟台化呢 同样都是涉嫌收费 简调 现在在追查 是不是有高层牵涉在其中 总之呢 现在抓到了福茂里的内鬼黄明棠 他们呢 就专门呢 提供不时的发票给润银 因此润银是在2012年到2019年之间呢 是足足 假借 卖纺织用杀 去取得这些交易的发票 事实上呢 这不时发票就是啥都没有卖 然后呢 就把债权转让给银行贷款 让元大 新展 王道跟台湾汽银 总共13家银行呢 全部被蒙在鼓里 炸带的总金额高达350亿元 损失非常惨重 而目前呢 案情的伙食越烧越旺哦 已经是有8人收押警戒 好 最近天气越来越凉 也就是秋风起 秋蟹 正肥美 饭店业者也各出其招来西客 推出了30款的螃蟹料理 而且是天天换新菜色 假日呢 是卖出100公斤的螃蟹都不成问题 而另外一家业者呢 则是砸重本 把3公斤重的帝王蟹 做成Q版的迷你蟹角 限量贩售 而且天天被秒杀 从炸的焗烤到辣炒 甚至还有这种迷你的小蟹堡 一种螃蟹啊 变出20多种料理 而且每天换口味 让你天天都尝闲 很多上班族呢 每天到公司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午餐吃什么 因为呢 好吃的午餐 已经是很多人的精神寄托了 现在就有数十家企业 跟八千多家店铺合作 不只好吃 选择多元 企业主每个月 还会固定支付一笔费用 让职员享有半价的午餐优惠 而之所以这么做 全部都是为了要留住人才 降低离职力 远机场想要搭计程车 去高铁站 而且是桃园的高铁站 却因为是短程被拒载 执意明明有排班计程车 不能搭 那还要计程车干嘛呢 不过呢 淘机的排班计程车 自律委员会主委澄清 是因为排班车 有分长短程之分 最近新台币升值 美元汇率呢 在今天呢 是已经来到了 30.945元 同样的日元来到 0.2855元 让很多人觉得 现在正是兑换日元的好时机 很多人纷纷去抢着 去兑换外币 但其实呢 换汇就像是追股价一样 你永远没把握 能够买在最低点 所以只要能追到 相对低点就不错了 接下来呢 有三招换汇小技巧 一定要学 第一招呢 就是开设外币账户 善用自动化报家通知 因此呢 不用盯盘 就可以直接逢低买进了 所以目前台湾人 拥有外币账户的超过五成 最常被兑换的 外币千两名呢 就是美元跟日元了 而第二是 直接使用外币提款机 领外币 换汇最划算 以台湾银行来说 透过外币ATM来提领日元 就想现金卖出价 减让千分之二 比起你线上结汇 减让千分之一 还要优惠 那么另外 最后很多人会 很会玩信用卡 如果抢出国的话 不妨就去办一张 双币信用卡吧 在台湾消费时 当然是以新台币来计价 但是呢 在海外消费时 可以约定要用美元 日元或是欧元来计价 海外刷卡的时候 银行就直接从信用卡的 外币账户扣款 除了可以节省汇差之外 也可以避开汇对的风险 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再来看 马上就要迎接 11月份的台北国际旅展了 那么换到比较便宜的外币 当然就要出国走一走 特别是长荣跟华航 已经提早在线上展开厮杀 纷纷寄出了超杀优惠 像是到美西来回 机票是2万有找 飞港澳呢 更是下杀到2500元 另外明年就即将起航的星宇航空 现在也有新动作 年底要来趟小旅行 现在正是时候 华航跟长荣纷纷祭出超杀优惠 几乎是直逼连航 也就是要到美国去旅行 2万有找就能去咯 不过我们不要来看低价站 其实也许高端市场的生意比较好抢 美国航空曾经推出一张 搭乘头等舱的吃到宝机票 要价台币765万元 一名芝加哥男子 30多年前就买了这张吃到宝机票 开始了他疯狂搭飞机出门的人生 结果不用10年 他就飞到汇本 紧接着来关心 华为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今年前9月的累积营收 已经高达台币2.65兆 年增率24.4% 而且净利率有8.7% 智慧型手机整个卖翻了 卖出1.85亿支 可见总裁任正非他可以很大声地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毕竟有钱还能够扛得起打击 当然中美贸易的制裁 虽然对华为没有起出太大的作用 但川普不但没让华为卡掉 还让华为是飞得更高 但是背禁总不是什么好事 任正非就说 如果美国没有将华为移出黑名单 三到五年华为恐怕会失去5G技术的领导定位 因为我们知道科技进化得很快 想当年4G一开发成功 那时候One Max就死在沙滩上 再也没有人要发展 而比5G更先进的6G技术 可能在十年之内就会投入使用 全面地来代替5G 只要大陆持续开放 其实就不会发生冷战 而任正非更是强烈地表达希望可以跟日本合作 因为5G的数据存在核心网路 用主权国家营运商来经营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安全问题 但是呢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来看 总之关于安全保密这个问题呢 一直就是大家争论的焦点 为了防止泄密 华为也开始自砍员工来整肃内鬼 特别是外籍人士 间谍的可疑性总是会比较高 高过本国人 明明任正非昨天才说 他不排除让在华为工作25年的外籍员工 可以担任CEO 但是现在任正非又减少美国籍 或是拥有美国居留前的高级主管 哪怕你是亚裔美国人哦 他也是照样信不过 所以呢 几个焦点人物就一个一个被开刀 像是他们旗下海思科技的技术长蒲善清 因为呢他是来自于韩国的三星 还有呢台湾华为技术长的 开发的王姓负责人 也是从志员挖过来的 但是呢把他们找来之后 又因为信不过 感觉呢他们跟美国情报走得太近 干脆呢就让他们两个被离职 除此之外 任正非的保密三招 还有经常更换安全系统 来防止呢有风险疑虑的员工 来接触敏感资讯跟核心技术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任正非还是非常的下苦心的 那我们就继续再回到 中美两大强权的角力上 最新剧情是 好像呢这个缓兵又卡住了 究竟是大陆你先采购 美国四五百亿的农产品 还是美国你先取消 目前以来的高关税呢 谁都不想当先让步的那一方 而关于情报战 美国的最新要求是 大陆驻美官员呢 与各州地方政府机构接触时 必须要先通报 感觉提防大陆提防的厉害 就是冲着大陆的旧规定 也就是说呢 美国驻大陆人员 跟地方政府或是省级官员 接触之前必须通报 而且通报还要获得批准才行 但至少呢 大陆这边是始出善意了 这个是大陆总理李克强呢 昨天就在主持召开 国务院的常务会议时 明确的要求 不可以强制或是变相的 强制外国投资者 和外资企业转让技术 这番言论呢 也被解读是要来帮华为解套 那么针对这些官 美国过不去 大陆也过不去 双方各有坚持 我们就来看看专家怎么分析 这位是财信传媒董事长 谢金河 他就提供他的观点 他说呢 这修兵班的中场休息 其实是有内幕的 因为呢 川普的核心战略 从来都没有变 只是战术经常转弯 只差在你是单刀直入 或者说这次是迂回前进而已 比方说 这次川普单方面的宣布 跟大陆达成非常好的协议 把大陆从外汇操纵国的名单给移除 人民币呢 也因此是有贬转升 但是呢 大陆这边是比较保守的说 还要再去到美国磋商细节 除非美国对中国取消 所有已克的关税 而这两天 美国财政部长就透露 如果中方都没有落实承诺 那么进一步的关税开征 仍然是会在两个月后 12月15号开始 而就在12月15号之前 也就是11月16到17号 这个呢 是APEC就要登场 川西两个人会被再次碰头 那么又会有什么事迹谈话呢 总之 中美达成第一段协议之后 外传大陆并没有打算 购买美国农产品 美国总统川普也亲自辟谣 他说早在三个星期之前呢 大陆就已经开始购买农产品了 但他也同时指出 在11月16号的这个智利APEC高峰会之前 他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碰面之前呢 可能不会跟大陆签署任何协议 国产车的市占率快要被进口车给追上了 我们来看看 国产车真的面临到这么严重的危机了吗 才不到十年的光景 2010年呢 这个占比还有77.1% 再来呢 就是一路溜滑梯 到了2019年8月 国产车的市占率只剩下46.1%了 那么因此呢 身为国产车当中很重要的一员 就是玉龙 董事长严陈丽莲 现在也开始积极地带领集团转型 不然就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会发生 那这些总经理蔡文荣他说的 现在啊 已经是危急存亡之秋 那么其实严陈丽莲之前 才刚拿下意大利重机的代工 现在呢 连法国电动物流车都将要在台湾 组装外销出去了 事实上呢 严陈丽莲 他在带领现在整个军团 整个玉龙的军心 他其实是有特殊的招式的 我们就来看 他常用篮球来比喻商战 比方呢 他说这个战事跟局势 就有点像是压绍球 我们一定要打进去 还有队友来帮忙掩护 比分落后的球该怎么打呢 其实重点就是整个企业之间 彼此都要互相协助才行 同时呢 他对于这个旗下员工 他也很等待人就是要待心 所以呢 他就像是一人球队变成打团体战 每周都亲自到 玉龙跟台湾的敦南大楼去开会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都看得到这个主帅的身影 另外他开会的时候 也重视细节 他会考主管说 你是否有掌握现在的局势 现在呢 到底要去哪里生产 到底要组装 到底玉龙未来的方向 怎么走会比较好呢 除此之外 当然也会自掏腰包 买水果 请员工吃 所以呢 现在看得出来 严陈丽莲是要努力 扛向严凯泰 留给他的这个汽车版图